体育中心综合报导 CBA继后在四强战进入关键强气奏死战 台湾野兽林志杰狂飙舞技三分球 攻下20分 带领浙江广下以105比95战胜山东高速 收下冠军赛门票 林志杰在四强系列赛强势发威 第一战九掌剑傲人的外线火力 单场11投8中 轰下32分 虽然接下来两场比赛遭到严防 得分只有个位数 不过关键第六战在有19分8篮版的出色表现 带领广下抢下重要一胜 将战局逼至第七战 谁赢就能抢下冠军赛的关键一战 两队都奋力一搏 战况相当激烈 三节打完双方只有一分差距 比赛进入决胜节 广下在关键时刻把握机会连续进球 反观山东却出现外线挡机的惨状 让广下一举将比分拉开锁定胜局 挺进总冠军赛 除了林智杰之外 留整此战也有11分4超杰贡献 两人接下来将帅队与辽宁非暴争夺总冠军 立拼生涯首座CBA冠军金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再松That If we Vid